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傲气之物 有着高级知识的象征 兰花与笛子 都是有着幽静框的追忆 兰花空股绽放 笛子极声优扬 代表着是上弦达 光从这些细节方面 豆子 就忍不住要夸几句魔刀祖师动画 原来细节出还包含对于传统礼仪和文化的彰显 可以看出对观众们展现了足够的诚意 剧情没有大的bug剪辑不拖后腿 配合笔记员非常不错 就算某些画面还有些不够精致 不够流畅 都是可以原谅的 豆子看到了进步 看到了真诚 这就完全能够支撑豆子追下去了 而如此 一直以来都是谦谦君子的代名词 运用色彩渲染的手法 将和堂美景与水墨风格结合 中国风十足 仿佛就在看一幅会动的国画家作一般 国画中 刘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艺术创作手法 适当的刘白的画面有了一种高级的感觉 这里在剑刃上打斗的两个小人 形象以及打斗动作 颇有些早些年武侠风格的感觉 偏尾做周园林中创新画面镶嵌 这样的镜头绿的距离感 有一种向外望去揭示景与式的感觉 完转文化梗 SKR文化一二 作为古风国漫 自然是很多传统文化的意境暗含在内 古苏蓝氏家训与中国古代著名龟氏 蓝氏的家训 可是刻了整整一个山壁 哎呀 动画在改编的时候 对于山壁商的蓝氏家训做了一些 填补 参考了和东能喜 陪氏家训 年氏家训 朱子家训 戒子书等等 在不齐远的山壁都能做到这样一致 有根有据 豆子觉得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赫玉龟皮影戏 关于这个皮影戏 大家可以自行去搜一下 主要讲的是厉害的仙鹤 最后 被唐桌的乌龟咬死 配合上聂怀桑此时说的话 很容易能发现出来 是在隐喻涅槐桑 看似是不学无术 但今后可能会反咬一口鲜鹤 在这里用的是和片尾相似的窗景形式 豆子感觉这里是一下子 将观众从以为无限 被主角的故事视角融拉出来 变为上帝视角 静静观望这时间的流逝 同时融入了一些瞬间 不仅多了几分文化愿美 还隐喻这里为无限 被法朝书的情节相呼应 始终莲花 莲花在中国自古变成为君子 尤其体现 在周多尔一的爱人说 相信大家读书 的时候应该都背过这篇文章吧 姑苏蓝是随书可见的标志 玄画的蓝是标志 门上的蓝是标志 在这张图上看得更清晰一些 其实就是云文图案 而云文 在古代中国 代表着吉祥与如意 场景经常可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极为推崇喜爱的松柏 松柏同样也多出现在古诗文中 寓意间真不屈 为文人君子所喜 在闪水画中松柏 也是出长频率超高的存在 室内悬化的沙子 沙同善 古人常在室内悬化沙子 取的就是善子善良 沙行的寓意 与文人爱佩戴纸扇的行为是差不多的 道具陈设都有量 除女座附体的制作大大 蓝战的旺基秦云形 蓝旺基的古秦云形就是七弦古秦 庆年上家有云文图示 古秦历史悠久 至少有着三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 相传是福西 善龙 帝顺等帝王创制 现在我们一般见到的古秦 就是武王伐宙 后天琴弦变为的七弦古秦 屋中摆设博山炉 博山炉是中国汉期时期 民间常用的焚香器具 盖子高高像一座山 而且上面还雕刻着飞禽走兽 加上焚香 烟雾辽照 像吉利彭兰 博山 银州东海上仙山 也因此革命 屋檐下挂着的风铃 风铃的来历与佛教有关 一开始风铃就是宗教的重要器物 风铃生也清脆宁静 有惊醒世人之意 而孤苏兰世的先祖便是和尚 风铃与兰世家风年经 以及家族体员都是有着关联的 孤苏兰是佩戴的墨俄 墨俄 唐代武人常佩戴 李赫的石水花山墨俄 旗鼓 叶银朝中提到了的就是这个玩意 在唐宋时期 墨俄是男子福头内所称的头饰 但有规见约书自我的意思 在这里蓝忘记整理墨俄 是在课前整理银绒 符合其中规手里的性格 桌上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 就是笔墨之夜 最初起源于南北朝时期 他们是文人书房中必备的四间宝贝 如果没有一整套体面的文房四宝 都不配称之位读书人 诗和远方 不仅仅在文字里 一步一景皆如花一般 山间雾气缭绕 也在雾气后的山 更多了一词优深与静谜 也会有一种山气质西家 飞鸟相与孩的扩大之意 越明星西 苍茫一片 这月色宜人 豆子脑海中浮现的就是 月初金山鸟 使命春节中 总有一种下一个画面 就是扑腾出来 极致飞鸟翔山间 青苔绿叶 肆意生长 大自然之所以美 就是因为其自然发展 肆意生长 地性美 是 造画中神秀 阴阳阁昏晓的气派 但这里豆子不得不说一句 空情走的是水墨山水的路 也正因此 画面总感觉隔着一层雾气 动画里面人物都细致 一到山水就感觉超轻妙 连高清甚至飙清 奖礼也是个技术活 饮茶礼仪 这个是生长礼 是在喝茶过程 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礼节 意思是表达感谢 或者请客品鉴 另外茶杯里茶水多少也有讲究 一般来说真茶 只用真七分就可以了 太多则不方便端茶饮用 寓意七分茶三分情 茶满七喝这句俗语 也正是说这 蓝丝绝小可爱此时 浮秀卧杯的姿态非常优扬 蓝家小杯的端庄 有礼完全体现出来了 拱手礼 这种拱手礼呢 是相见或感谢时常用的一种礼节 古人一座为尊 所以卫无限和江城 都是左手在外形里的 而男女又不一样 女子行拱手礼是正好反过来 以右为尊 广大看依稀可以看到琵琶姐姐是右手在外的 像金子军这种行李 双手没有放着胸前 明显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敷衍不尊重的态度 就是金子军不想搭理魏无限等人 细节见人心 妙 蓝锦衣喝茶略显着急 体现了她更加活泼毛躁的性格 江城与魏无限两人不管到哪里 姿势都有着很大区别 魏无限反骂 所以坐姿随性 江城正直干溢 所以挺发战着 魏无限说道或者接触怨气 后江城的三种不同反应 第一次听到 江城认为 魏无限不过是玩笑 在别人面前胡乱说话 所以江城给出的反应 也不过就是无无脸 第二次告诉她别捧着瓦衣 然后一脚踢开魏无限的船 也算是更进一步的警告了 而第三次 江城发现魏无限在模糊间无意中接触到了怨气 江城担心她休息前门歪道 自然是发火了 后魏无限一脸口水 涅槐桑扇子上画着蓝草 虽是简单 但给人一看就不是白品 完全能体现她品位颇佳的特点 蓝天和原著中的人物形象 一步好剧不能没有的福利 小彩蛋 运用冷暖色调表示不同的时间 暖色调寓意着过去的美好时光 而时必上加许的减少 也还寓意着时光倒流 告诉观众从现在开始 要讲述过去的故事了 麦琵琶的小姐姐姑说话 软软诺诺的 豆子自己都不信 居然发出了这么多 喝的沙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